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宇言的部下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兵犯禁边 国子怡派左兵马使李光碧 右兵马使高骏 左武丰使普顾怀恩 右武丰使焚世之 兵分四路出战 四路军士气高涨 大败薛忠义 坑杀薛忠义骑兵七千人 山寨山盛的国子怡继续向东 围攻云州的云中城 另外分出两千兵马去打马翼 很秋冲的拿下马翼 占领了东行关 打通了南下的通道 天宝石五载 公元756年的春节 史诗明攻克长山 河北朱骏见风使舵的再次投靠了安禄山 只有饶阳太守卢泉成不肯投降 史诗明带兵围住了饶阳 卢泉成向河间景城等地求援 河间派兵七千 景城派兵八千 一共一万五千人去救援饶阳 但两路援军在路上被史诗明击败 饶阳危机依旧 李隆基得知郭子怡在北方节节胜利 就让他推荐一人收复河北 郭子怡推荐了李光碧 李隆基就受李光碧为河东节度使 郭子怡又给了李光碧分了一万人 李光碧带兵南下进入了河东 来到太原 在太原补充了三千工农所后 出警刑官 到了长山 长山守将 名叫安诗义 是史诗明的部下 长山守军本来就不服叛军 他们听闻李光碧带官军来了 暗中密谋 杀了留守长山的叛军 勤住安诗义 开城迎接李光碧 李光碧问安诗义 如自知当死否 如果是那种兵败求死的将领 这样一问 自然大声求死 但安诗义听了此话 低头不语 李光碧就知道了 安诗义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接着问道 如酒精沙场 看我的部众能打过史诗明吗 现在给你个机会为我出一策 如果你的计策可取 就且饶你一命 安诗义听后 开口说道 因远道而来 士族疲毙 贸然和劲敌交锋 恐怕难以获胜 不如率兵入城 早做防备 胡兵虽然锐不可当 但难以持久 一旦他们攻城失利 就会气丧心理 到那时就可以打败他们了 史诗明现在在饶养 距离此处不过两百里 昨晚已经向他发了求援信 想来先锋部队 明早就能到达 接着就是大部队 不可不留意呀 李光碧听后很高兴 解开了安诗义的绑腹 立马让大军入城 饶阳这边 史诗明围攻饶阳29日 卢泉城守城虽然艰苦 但救世不祥 史诗明接到常山的求援信息后 放弃了饶阳 转头来救常山 赤日天亮 史诗明的先锋部队赶到了常山 大部队紧跟其后 共计两万级兵 李光碧派步兵五千 在东门抵挡来军 史诗明的部队拼命前冲 堵在了城门口 就在双方僵尸之际 李光碧命五百弓弩手 从城头上一起射击 史诗明的部队被迫后撤 李光碧又让一千弓弩手兵分四队 无缝交替射击 史诗明抵挡不住 向后退去 收军在道路以北 李光碧派五千长江兵 摆成方阵 列阵 在道路以南 史诗明多次派骑兵冲击李军 但都被弓弩手射退 史诗明无奈 只好修兵整队 等待几方后续的步兵 这时候 有村民向李光碧禀报 说叛军五千步兵 从饶阳日夜间城的向常山赶来 已经到了九门南 李光碧立马派两千骑兵 两千步兵 掩齐西谷 向九门南赶去 等官军到了九门南 叛军步兵正在吃饭 官军突然袭击 叛军大乱 悉数被奸 史诗明得知步军被奸的消息 感觉行事不妙 就率兵后撤到了九门 入城坚守 就这样 李光碧收复了常山郡的大部分 只有九门和高层两线还在叛军手里 河北的战事咱们暂且放一下 把目光转向河南 上一讲咱们提到了甲奔 在隋扬杀了张通雾后 又带兵两千 前往陈流的雍秋 那他为啥要去雍秋呢 之前 陈流沦陷后 雍秋县令令狐朝 成为了安禄山的爪牙 安禄山让他去攻击湘义的官军 令狐朝在湘义大破官军 俘虏官军百余人 关押在了雍秋 甲奔这次去雍秋 就是要解救这批被俘的官军 等他快到雍秋的时候 听闻雍秋大乱 一打听 原来是淮扬郡的官兵 已经提前赶到了雍秋 令狐朝不敌 弃城而逃 甲奔听后大喜 带兵继续向前 也驻扎在了雍秋 令狐朝请了救兵 又回来攻打雍秋 就在雍秋危机时刻 又有一人前来支援 这个人就是张寻 张寻原本是乔郡 甄元县的县令 之前张通武攻打乔郡的时候 乔郡也投降了叛军 张寻被逼担任乔郡长使 叛军让他带兵阻击怀扬官军 张寻的内心是不想投赫叛军的 他带兵走到甄元的时候 在玄园皇帝庙前大哭了一场 号召军民起兵讨贼 甄元军民被感动 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张寻讨贼 张寻选了其中精壮的迁渔人 编制成军 带着前往雍秋 在张寻和甲门的合力下 赶跑了令狐朝 保住了雍秋 但可惜的是 甲门在这场保卫战中战死了 张寻整合了甲门的部众 继续守在雍秋 自称是吴王先锋使 吴王就是李之 他因前宫被收为了河南都支兵马使 一个月后令狐朝带了叛军四万 又来攻打雍秋 城中守军十分害怕 张寻对他们说 叛军兵强马壮 肯定会轻视咱们 咱们如果出其不意 出城袭击 叛军必定会惊慌而溃 叛军受挫 那咱们就能守住城池 于是 张寻派一千人登城守卫 自己另帅一千人分为素质小队 主动出击叛军 张寻身先士卒 冲入敌军阵中 叛军没想到 张寻竟然敢主动出击 没有准备 被张寻一阵冲突 大乱纷纷后退 第二天 叛军再来攻城 这一次 他们用石炮向城墙猛砸 城墙和城楼 顺毁严重 张寻让人在城上修筑木栅栏 抵御叛军 等叛军开始爬城墙的时候 张寻让士兵点燃提前准备的 沾满油纸的薅草人 投向敌人 叛军被烧得哇哇乱叫 只得后退 等到夜里 张寻又带着一些士兵 去偷袭敌军大营 敌军不胜其劳 就这样 张寻坚守拥秋城 长达六十多天 和叛军进行了大小三百余战 他吃饭睡觉 都不解假兽 受伤了也不下火线 叛军见雍秋实在难以攻下 只好退兵 张寻趁叛军退兵的时候 主动出击 俘虏了敌军两千余人 张寻在雍秋完全的守城 体现了张寻坚定的守城意志 和卓越的守城能力 他是二十之乱中 一位非常重要的唐军将领 后面还有更加优异的表现 雍秋保卫战告一段落 咱们把目光再转向河北 看一看颜真卿那边有什么战果 颜真卿因为前宫 被设为河北采访时 清河郡有一个年轻人 名叫李厄 二十多岁 颇有才能 清河派他来平原郡 向颜真卿借兵 他来到平原 对颜真卿说 宫首尚大义 河北朱郡都以宫为长城 清河比邻太远 平日里 国家汇聚江淮河南等地的 前博道清河 以供北方军队用度 被称为天下北库 先有布三百余万匹 钵八十余万匹 粮食三十余万湖 兵器五十余万箭 还有七万余户的百姓 物资足以抵得上 三个平原郡 兵马足以抵得上 两个平原郡 如果你能借兵给清河 就能控制这一地区 以清河和平原两郡为核心 那周围的郡舰 就会像四支一样 听您指挥了 严真卿听后 弄不清李厄话中虚实 想着还是先套一套话 再做打算 于是他问道 平原郡的兵 都是刚刚目击的新兵 没有任何的训练 自保尚觉的不足 哪里顾得上邻郡呢 不过 我想先听听 如果我答应了您的请求 接下来 要做什么呢 李厄回答道 清河派我来借兵 并不是要借兵和叛军血战 只是想借此看一看您的度量 现在看来 您决心不足 我怎么独莽地说出 下一步计划呢 严真卿听他这么一说 觉得李厄很有信心 就想借兵给他 但其他人觉得李厄太年轻 还没有看到叛军力量的强大 借兵给他只会分散兵力 严真卿听后 觉得也颇有道理 就拒绝了李厄 李厄回到管社 又给严真卿写了一封信 信上说道 清河军脱离叛军 归顺朝廷 想把粮食 布博和武器 贡献给官军 您不但不接受 还心存疑问 我一旦回去复命 那清河定然又投向叛军 成为您西部的劲敌 到时候 您千万别后悔 严真卿看完信 大惊 立马前往管社 去见李厄 并答应 借兵六千 李厄得了兵 告辞而去 严真卿一直送他到了边境 问了自己最想问的问题 现在兵 已经借给你了 您 可能告诉我 下一步计划了吗 李厄说道 朝廷派陈千里 率精兵十万 讨伐叛军 但被叛军阻挡在 险要之地 现在应该率兵 去攻打魏军 拿下魏军后 让魏军分一部分兵力 去接应陈千里 一旦陈千里大军 到了河北 那吉郡 叶郡 甚至更北的地方 必然能轻易拿下 到时候 平原和清河二郡 带领周围的盟军 河冰十万 向南占据 黄河重要渡口 堵住叛军 北逃了退路 朝廷现有东征军二十万 再加上河南吴王西征的部队 也有十万 您只需要上表朝廷 让各军固守 不出一个月 叛军自会内乱 严真卿听后大喜 于是命令平原军的这六千兵 会同清河兵四千 薄平兵一千 共计一万一千人 前往攻打魏军 魏军太守 派兵两万迎战 双方在唐义县西南 卸战了一天 魏军兵大败 被杀一万多人 被俘一千多人 还丢落很多战马和其他物资 魏军逃往吉郡 魏军被官军收复 实际大阵 严真卿此战大胜 给官军提升了极大的信心 各地反韩情绪高涨 安东都护府 靠近平吾军 安鲁山让吕之会 想办法拿下安东 吕之会设计诱杀安东 复打都护 正常情况下 安东就应该被吕之会拿下了 但没想到 平吾军自己人看不下去了 平吾游义使刘克奴 平吾先锋使董秦 和安东将领王炫志 秘密商议讨伐吕之会 他们派人漂泱过海 找到严真卿 希望得到严真卿的帮助 严真卿送了一批军粮和衣服给他们 为表真心 严真卿还把年仅11岁的儿子 送给刘克奴为人质 朝廷知道此事后 受刘克奴为平吾截斗使 赤明正成 董秦为平吾兵马使 王炫志为安东复打都护 他们起兵的事情 咱们后文自有交代 此处先战化一下 现在咱们把目光转到长山 看一看李光碧和史诗明的对战 结果如何 李光碧和史诗明 在长山郡相持了40多天 史诗明派兵断绝了 长山的运粮通道 时间一长 长山城中的战马被炒吃了 只能吃炒垫子 李光碧为了解决战马吃炒的问题 派了500辆车到十亿去炒 为防止叛军截到 这500辆车的车夫全身披甲 又另派了1000弓尔手在旁护卫 叛军看了干瞪眼 史诗明见没办法在路上截掠 干脆派蔡希德直接带兵去攻打十亿 不料蔡希德到了十亿 却被十亿守军击退 炒料顺利的送到了长山 李光碧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就向郭子怡求援 郭子怡亲自带兵出警刑关 4月初九 郭子怡抵达长山 和李光碧和兵一处 共得步兵骑兵十万人 4月11 郭子怡李光碧主动出击 和史诗明在九门城南郊战 这一战史诗明军大败 史诗明逃往赵军 蔡希德逃往巨鹿 后来史诗明又转逃柏林 4月17 郭李大军攻克赵军 俘虏了四千叛军 郭子怡体谅俘虏 知道他们都是被主官胁迫的 并非真心造反 就放了这些人 只是杀了安鲁山委派的赵军太守 官军入城后大势强掠 李光碧收缴了所有强掠的物品 退返给了百姓 得到百姓的拥护 赵军拿下后 李光碧又带兵围攻柏林的史诗明 一连打了十余天都没有能拿下来 只得退到衡阳县修整 蔡希德这边 此时的他已经逃到了洛阳 安鲁山给了他两万人马 让他再去接应史诗明 并让牛星街从泛阳发一万兵 增援史诗明 等叛军援军到了柏林 史诗明的部队装达到了五万多人 他主动出柏林 去攻打衡阳的李光碧 郭子怡这边 他也带兵支援衡阳 双方在衡阳 拉开了架势 郭子怡依靠衡阳城 以医待劳 叛军来了 他就固守 叛军撤兵 他就出击 白天在叛军军营前耀武扬威 晚上派人偷袭敌营 弄得叛军日夜不得安宁 这样程序了好几天 郭子怡找到李光碧 对他说 现在叛军已经疲惫 正是出战的好时机啊 五月二十九 两军在甲山大战 官军大破叛军 斩首四万多人 俘虏千余人 史诗明吓得从马上掉了下来 劈头散发 光照脚丫 逃回柏林 李光碧率兵紧追不舍 围攻柏林 官军失去大阵 河北石渝郡 见官军得胜 也杀掉了当地的叛军 再次归顺朝廷 这样一来 洛阳到泛阳的通信之路 再次断绝 两地叛军通信 只能偷摸的进行 而且大部分的通信 还被官军截获 洛阳的叛军 军心大跌 与此同时 许州影川郡的莱真 邓州南阳郡的卢炯 雍秋的张荀 也都抵挡住了叛军的进攻 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这半年来 各地的失利 尤其是国子仪 李光碧 严真青等人 在河北接连胜利 让安禄山害怕了起来 他甚至折马高尚 严庄等人 股东自己造反 还打算放弃洛阳 回到泛阳之宝 就在安禄山路 越走越窄的时候 杨国中的一个稍稍作 让局势发生了 惊天逆转 那杨国中究竟做了什么呢 局势是怎么逆转的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关注订阅的 一定要关注订阅哦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会波斯抽简般的 为您解读中晚堂这段 风云变换的岁月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